热闹裸鼓声搭配翔石谢锐 为活动热闹开场 紧接着在市长林佳龙的带领之下 一行人手持金铲 象征性的蝉土 向众人宣告绿川 将迈向下一个里程碑 旧城区的再生 一定要从这个河川的整治开始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 关键的第三阶段 我们在掀盖之后 让绿川重见天日 那么两边河岸的一个景观的改造 甚至我们期待这个绿川 是成为人们可以亲近的一条河川 地方表示 随着经济发展 交通需求与环境的改变 绿川被迫掩盖在地面之下 水质也遭到严重污染 为重现绿川的过往风华 市府决定投入8亿元 从去年开始 陆续进行污水节流 改善水质 而最后阶段的景观整建工程 现在也即将开始动工 那水源水质变干净之后 那我们再进行这个整个一个环境的改造 包含一些的旁边一些的 友善空间的一个打造 然后这个支撑 或者是说绿地的这样的一个改造 那希望可以提供我们的市民朋友 在火车站前面有一个很好的水岸环境的一个空间 整个设计都是以人本精神为出发 未来不管是行人或骑的自行车 都可以在绿川的沿岸能够自由的移动 我相信这个对中区再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河道的一个轴线的一个功能 市府也表示目前动工的这一期是双十路到民权路段的绿川整治 全长大约610公尺 跳脱传统都市河川的整治方式 把以人为本的概念融入到景观当中 预计两年后就能完工 即使还能串联周遭文创景点 展现出中区的全新面貌 记者传博和台中采访报导